日上三竿 阳光洒在院子里 房顶上 梦幻而真实 风爷来到院子中央 踏雪而立 浓黑眉毛瞎双目透着湿血的河丽 他一挥手 身后十几个兄弟分成两队 必虐站在大门口 举起手中斧头 准备生情路易 所有人注视下 路易一步一步走进院子 英俊的眉宇间透着丛翁镇静 面不改色 冯爷不禁暗自喝了一声彩 好胆实 不愧是朝廷的锦衣卫 皱目睽睽之下 路易双手作衣 语气诚恳道 冯爷 在下路易 特来向您请罪 至时唱得哪出 冯爷神情一正 丝丝一律从双眸中闪过 使歌眼色 所有人甚有默契地将路易围住 忽视眈眈地等着他 此刻倘若路易动手 姓明慧围在旦夕 此情此景 胆小之徒 他时会站立不稳 就此跌倒在雪地里 但惊吓夫君路易 却是面上毫无惧色 宛若他身后藏得千军万马 惊吓很失落 沉思片刻 逢爷轻面一笑 路易 说来听听 你何最挚友啊 路易放下双手 怀是众人 前几日夜晚 在大满山上 我妇人无意中得罪了冯爷 今日特来向您赔罪 冯爷冷恨一声 那小丫头竟是你家娘子 你早已将她从我手里救走 还来消遣我斧头帮吗 此事说来话长 不说也罢 想到阿赵 路易新帝生起一股惆怅 语气都透着无可奈何 昂夜还有一人用毒镖打伤斧头帮三位兄弟 路某是来送解药的 此话已出 冯爷与众人接心头一惊 误悦而同的心想 我们抓了你媳妇 你将人救走后 反过来送解药 世间有如此大肚之伦 莫不是毒药吧 路易早已猜到他们会是此等神色 伸手从怀中取出一个瓷瓶 冯爷 有劳你将解药给他们服下 冯爷来到路易面前 半信半疑地接过瓷瓶 眼珠转了又转 书得说道 将至死绑了 远远不太高兴 梦然间 一道潇洒的声音从枪头传来 冯爷 倘若您不想与众兄弟埋骨于此 大可以动手试试 不是惊吓却又是谁 冯爷与斧头帮众人到夕一口凉气 扭头举目望去 高高的院墙上站着十几名黑衣男子 接手之弓箭 堆准他们的箭头在阳光下闪烁出危险光芒 一众黑衣男子里 身形娇小的镜下穿身紫色男装 眉眼如画 灵动的脸庞透的狡猾 电光火时间 曾福 杨岳和谢霄已闯进院子 都手指长剑 对准围住路易的斧头帮兄弟 路易听见金霞说话声之时 便已明白事情来龙去脉 定是自己跟踪小蝶 曾福不放心 去寻金霞商议 他擅长追纵 向寻道我 绝非难事 也罢 如此一来 福头帮面前 道显得我愈发有诚意了 杨岳 路易 这就是你口中的请罪 逢也急了 此刻倘若动手 他们岂不是如同带在羔羊一般 怎会有活路 路易扭头冲层服等人说道 你们收好兵器 退出院子 啊 谢霄第一个不乐意 不假思索道 姓路的 你脑子被斧头伤到了吗 我们走 你还有活路 杨岳 曾福心有不甘地收起长剑 并未离开院子 惊吓却看懂了夫君意图 没等路易开口 便越下院墙 因轻功不好 落地时身子晃了晃 你们都收起共剑 立在墙头便可 几衣卫们看向路易 大人不悦地瞇了瞇眼 你们都是聋子吗 还不照办 立在墙上 警衣卫们向来对路易言听计从 虽然心有不甘 却不得不说起共戒 北风吹过 众人衣衫隐约随风摆动 发出似有若无的声音 为这紧张的气氛增添些许神秘 惊吓走向路易 却在经过谢小孙编时 被他一把拉住 惊吓 莫要过去 面对远远此举 路易言底闪过许多赞赏 就算一丝一毫的危险 大人都想将夫人护在身后 片刻间 冯爷已将手中瓷瓶扔给卢子 示意他进屋给众都的三个弟兄服侠 卢子三步化作两步变进了房屋 被斧头帮众人围住的路易 突然说道 冯爷 他若三位兄弟服侠解药能康复的话 在下有个不情之请 说来听听 冯爷背起双手 高高凉起头 路易眨眨眼睛 英俊的眉宇间全是真诚 在下想与冯爷您化敌为友 还望您成全 哈哈哈哈 冯爷突然放声大笑 笑声中带着几分猖狂 大人有点憔悴 立在远处的谢香怒火冲天 倘若不是今夏及时拦住他 远远此刻早已与冯爷交上手了 冯爷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蜜叶上下打量路易片刻 大鸣于扯立刻的恩怨 老子可不想掺和进去 陆一 想玩花样托我下水 你还嫩了些 陆一面色平静 并无丝毫被说中心事的囧态 微微一笑 冯爷不愧乃塞外一代枭雄 陆某的龌龊心思 从来没想瞒过您 但陆某心中所算计 并非冯爷口中如此不堪 只盼冯爷莫要插售大名于蒙古达达之事 在下感激不尽 我只需袖手旁观便可 冯爷有些看不透路易 不自觉地双手抱胸 半信半疑地盯着他 天空澄澈如洗 几朵白云悠哉悠哉地浮在空中 暂时坐住了太阳 突然 惊吓一句话传过来 冯爷 您看眼前阵势 还不能显出我家大人诚意吗 惊吓 一语戳中要害 冯爷如梦初醒般 环视四周 墙壁上 院门口皆是路易的人 真动起手来 他们毫无胜算 这时候 卢子从房间里跑出来 实话实说 冯爷 他们三个催疗解药后 状态明显好了很多 解药应该是真的 看 我们没骗您吧 惊吓用轻催的声音反问 众人目光齐刷刷望向冯爷 都在等他拿主意 是打还是合 就看他如何定夺 冯爷垂下眼帘 左右转动眼珠片刻 书的说道 路易 想与我交朋友 可以 我给你出三道尸体 倘若你能全部答对 他任你与扯利克厮杀 我绝不趁人之危 不过 万一你答不上来 就莫要怪我做小人了 一言为定 路易再次双手作一 眼神闪烁中 透着无尽的睿智 惊吓 谢香和央月等人 都一脸胶着 尤其是惊吓心里 这姓冯的会出什么题目啊 倘若稀奇古怪 阿伦难以作答 可如何是好 冯爷见路易从容镇定 心中不免有气 冷笑一声 一言为定 四马难追 路易 请听清楚 第一道题目 今有智图同龙 上有三十五头 下有九十四足 问智图各几何 啊 路易手下一口同声的感叹 院子里宛若到处都是疑云 geht 耳尾 鱼 这 词 绝 ideas 词